外销订单金额为201亿美元 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22.27% 也是去年10月开始连续第五个月负成长 不过跌幅比起前三个月 尤其是上个月的41.67% 已经有明显缩减 这个月的跌幅大幅缩小到 -22.27% 一而一来统计的话 跌幅缩小到-32.73%这样一个水准 集单效应下 20月接单金额比1月增加24.4亿美元 主要的8类货品以资讯通信产品最大宗 这一部分受到中国家订下乡的政策激励甚多 而外销订单跌幅缩减 产业界的感受最明显 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才下集单来订货 那么这个现象呢 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后 就会渐渐的变成正常 景气慢慢回温的这个情况 我们是感觉到了 经济部表示 三月份的接单情况应该还会更好 而业界认为 等到集单变成长单 才能肯定的说 景气露出曙光